我看见黄海军对你百依百顺 我也就安心了一些 但是结了婚以后呢 老让人家一味地顺仇也不好 在外人面前呢 要给对方面子 男人有了面子 就更爱自己的家 也更爱自己的妻子 就要出嫁了 过去有什么不愉快的 都让她过去吧 开开心心地走出这个家门 开启你的幸福人生 爸 如果能从来一次 你还会为了一个女人 抛弃我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个光 放心吧 我会幸福的 我会幸福的 一上来就要红包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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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给你 红包 今天该叫我什么 叫你癞蛤蟆 他叫我什么 大姐夫 好了 就一个 要红包的巨场 这么多人呢 都要 来 来 谢谢姐夫 谢谢 拿着拿着 谢谢 大姐夫 这儿呢 这儿呢 十几号人都要呢 有这么多人吗 有这么多人 你看哪 红包 红包 都在哪 都要啊 行行行 等等 等等 不就是红包吗 红包 红包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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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了 开门了 姐夫 姐夫 听我说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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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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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 来来来来 这 这没了 这没了 不够 开门了 开门了 红包 红包 来 这几个准备 一 二 三 这 二 二 二 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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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来接姜美 去吧 去吧 来了 来了 后几个什么劲啊 来者何人啊 来者黄海军 来接我的新娘 听声音 是大舅哥吧 大 海军啊 然后呢 红 红包 红包有 大舅哥把门打开 就看到红包了 那我的呢 小丽 你 你 你肯定有你的红包 开门 开门 快 好 给你开 好嘞 好嘞 黄海军 你们出去 在门口等着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啊 好好好 那我们就在那门口 等着了啊 我等你 走 走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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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新娘不害羞呢 干吗 来了 爸 来 叔叔 大梅子 大梅子 你怎么让海军走呢 他得背你呢 我要让程寒冬给我出去 送我上车 那不合适吧 大梅子 你要是不想让海军背你的话 大哥背你出去吧 就让他 大梅子 你这是干什么呢 那要我大姨子出嫁 让妹夫背着出门呢 那我就不嫁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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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咱们没进去啊 再外面等会儿 你看 咱们一三 这 婴亲的车也来了 亲戚朋友也都到了 哪能说不嫁就不嫁呢 要不这样啊 咱们来个稀释的 你呀 挽着爸爸的胳膊 咱们一起出去怎么样 我不 好 江凌 去把你二姐夫交进来 好 江峰 跟我来一下 跟我来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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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拜丁曳 好 二拜高堂 好 好 夫妻对拜 好 好 接下来有请黄海君先生和新娘江梅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 好 好 好 妈 请喝茶 进来我们家的门呢就是我们家人了祝你早上贵子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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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长大了 妈妈希望你们也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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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妈 爸 请喝茶 请喝茶 妈 请喝茶 妈 今天女儿出嫁了 妈 你在天上 没有高兴妈了 这杯茶 是见我妈的 你没有资格喝 这杯茶是见我妈的 不行吗 祝福你们 谢谢爸 下面有请陈向东先生和江雪女士给双方长辈敬茶 好 妈 妈 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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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明天就要走了 我睡不着离开了 妈 我睡不着离开了 我睡不着离开了 什么该怎么办 我们隔壁从医有的知情 结了分会不去 和他小叔 帮了个官 转眼就把他安排进城了 我知道这些话 我不能跟爸说 爸要是知道 肯定会骂我没出息 箴子 我会跟你爸说的 真的 我睡吧 真的想回家 妈也会想回家吧 妈也会想回家吧 拜拜 我回家 我以后再继续你面子 伙先生 已经过来得院子是 媳妇 你看这 这宾馆吧 挺好 就是住一晚上花不少钱 隔谁两个地方 你能不能别这么抠门啊 我这不是抠门 我这是回生活 你想啊 咱们已经结婚了 以后要多存点钱 留给我们的孩子 你要是让你自己生气 我自个儿我怎么生呢 你看我们现在都结婚了 已经是夫妻了 晓月 我洗澡去了 你自己把地铺打好啊 住这么贵的宾馆 我还打地铺啊 好 大梅子 大梅子吃饭了 没有大梅子 只有大林子 还有大孙子 我都糊涂了 天怀啊 大梅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新婚院多密院 怎么也得半个月吧 一下嫁出去俩 家里冷清了 还真有点不适应啊 大梅子嫁给黄海君 不就随了你的心愿呢 奶奶 嫂儿 大孙子 你这次回去啊 把媳妇带来 现在家里头农合正忙呢 她走不开 我大孙子真农民了 天怀啊 真的没办法了 什 什么办法 子女更做问题啊 不是说当那官 组织上 就能解决家属问题吗 那也得按规矩看 妈 我们也得想办法 空话好说 尽给我摆空架子 不好意思啊 还是把你给吵醒了 说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 应该我去买早点的 谁买也不一样啊 对了 萧雪 那个水我给你打好 牙膏也挤上了 洗漱完赶紧过来吃饭 向东 你别这样 我会不自在的 这不是刚开始吗 等一会儿时间长了呀 你就习惯了 就自在了 我意思是 好了 小雪 赶紧去洗漱 一会儿早点凉了呀 就不好吃了 这些东西你在路上吃啊 这个钱你拿着 不用 拿着吧总会用到的 给你放到下面点啊 向三 不要恨你爸 他也很没难 您不是说要帮我 如果现在连您都不帮我的话 我只能当一辈子入面了 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跟你说吧 妈 我的事要给您添满了 请您转告我吧 以后 我不会再回这个家了 你不要这么说呀 你是我们的孩子 我们肯定会帮你 你回去 到了家 写先帮我平安 你回去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帮你的 谢谢 你好 麻烦请问一下 那个何主任办公室坐哪儿啊 跟我来吧 快去 快去 何主任 刘老师来了 快请 快请 刘老师 谢谢啊 您稍等一下啊 好的 小同志 你这个可以了 好 谢谢 大师快请坐 快请坐 大师以来我这是蓬毙生辉啊 你真的是好忙啊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哪能啊 再忙也得接待你大师您哪 不然 胡建廷也不能饶了我 我师弟是个热心肠 是 我听他说了 您是为了继子的事 作为一个名君 能亲自抛头露面 为继子办事 您体现了一位母亲 宽广的胸怀 和博大的母爱 令何某很是感动啊 您真的是过奖了 那我就开门见山 何主任 那像他这种情况 有没有可能调回来呀 这个嘛 按规定肯定是不行的 不过 也不是没这个可能 可能性还是有的 是在认为嘛 看来我拜山拜庙 今天是拜到真佛了 大师别这么说啊 修杀小弟了 好 何主任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这儿人真的是太多了 出了门又管有一个茶楼 我在那儿等你一会儿 你这边要是忙完了 看看能不能过来坐一坐 我想再跟你细聊一下 荣幸之志 那我不打扰了 那我送送您 不用不用 留步 留步 好 小包 坐一坐 不用了 谢谢 大梅子回了 是吧 奶奶 我回来了 大梅子 抱抱抱抱 想死你了 梅子 哪有个帽子 这 这 这还没到日子 天想回来呀 奶奶 回 回来 你们这旅行结婚好玩吗 就那样吧 这什么就那样了 你看呢 我们去了苏州 杭州 北京 上海还有广州 有看到可多地方呢 你说杭州 那秀 哎呀 美啊 还有那长城 特别像啊 特别是那上海 有好多外国人 金发碧眼的 可好看 哪有我们大梅子好看啊 对了 对了 给奶奶带的东西呢 你快拿着 还想着我呢 那当然要想着呀 奶奶 给您带的苏州的丝绸 漂亮 漂亮的 海军啊 谢谢你想着 我要他干吗呀 让鲁碧云啊 你大梅子做生旗袍吧 那感觉好啊 我不穿旗袍 那 那就给奶奶做紧旗袍吧 对 那我不成老妖怪了 怎么会呢 肯定特别漂亮 你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姐夫啊 想我没有 我还以为你不叫我她 姐夫 当然想你了 想我 没什么表示吗 我们等着 好东西 好东西 看来还是不够响吧 你才一份啊 这东西太多了 实在拿不上了 就这点啊 你大姐夫都累得够呛 我小舅总跟你说 这回出去看到的新鲜玩意太多了 太多了 怎么了 奶奶 哪儿不舒服啊 没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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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柳碧云没好好伺候你 没有 她一个外人 我也不好要求太多呀 你看 那小姨呢 小姨最近没来吗 她可能忙吧 好长时间没来 那 那咱们下午一起去看看小姨一下 好啊 媳妇 咱们一会儿先回去 把东西放了再去吧 你拿回去吧 下午不用你去 我跟奶奶去就行 那我一会儿一个人回去 我跟我妈怎么交代 实话实说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没 没 没怎么了 那你赶紧把东西放到里面去 好啊 好啊 我帮你 咋没怎么行 有有有有有有有 痴人足软 你一下就几天过去了啊 想没想我 想 现在有不少知情选择离婚 或假离婚扮回城的 你也听说了吧 这可听说了 现在呀 为了扮回城 想什么办法的都有 对 贺主任 已经到饭点了 咱们在这儿简单吃个便饭 我点了几个家常菜 你看行吗 家常菜好啊 可口 按说应该请您到旺仙楼去用餐 可那里人多眼杂的 我也怕给您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还是刘老师想得周到啊 您没想过让江森办假离婚啊 江森呢 是在很艰难的时候跟人家结的婚 人家帮过他 他肯定开不了这个口 而且我孩子他爸也不赞成这样做 大师就是大师 有悲悯之心 我来之前呀 倒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就是操作难度有点大 您说说看 也许我能从中起到作用 刘老师真是聪明过人 这事呢 就还真理您从中起关键作用 才能办成 请讲 实不相瞒 我弟弟也回不了城 那真的是同比相连呀 也怪我当时自作聪明 托人把他从知情点 招进了当地的林场 成了一名伐母公 给他办了计时证也转正了 可他这样的情况 反而不在这次回省政策内 我们家老太太呀 成天跟我这儿哭天抹泪的 我就跟那汉地里的蛤蟆似 肝固肚子没办法 这样啊 那您说的这个办法 和你弟弟有什么关系吗 那我就直言了 好 我弟弟不是也林业系统的吗 只要江局长 打一个特殊人才引进报告 他就能回来了 这个我怕嫌不痛 要不我怎么说难办呢 那您说的江森和你弟弟 又有什么关系呢 用同样的方式啊 我有一个老同学啊 在教育局 先把江森呢 在当地办成民办教室 然后啊 再以特殊人才引进回来 这个呀 那我考虑一下 不急不急 您考虑好了呀 我就着手去办 好的好的 合主 那我去催一下菜 我知道你的时间也紧 好 好 来 慢点啊 前面呢 我看看 小姨 我给你带礼物来了 谢谢 行 小姨 你也过来了 快 来看看你 慢点啊 你就住这个地方啊 这么小屋子啊 我一个人没事 小姨 你病了 没有啊 那你大夏天的暴个暖水袋 还穿那么厚 这个屋子特别阴 旁边还是个水房 有时候特别潮湿 还有些 这也太潮了 这墙上都发霉了 这女人啊 不能住这么阴的房子 就是的 你以前那屋挺好的 怎么搬这屋来了 怎么搬这屋来了 我那同屋要结婚 我就把房子让给她了 总不能让你一堆新人 住在这儿吧 他们不能住 您能住啊 这辈子啊 都能领出水来了 你怎么盖啊 没事 等天好 我拿出去晒晒就行了 月瓶啊 月瓶啊 没事儿 婶儿 小雪 妈 快歇会儿吧 妈给你加个苹果 谢谢妈 你都这样了 就别干了 赶紧把这活儿辞了吧 我已经结婚了 你就不要再干涉我生活了 你是不是恨妈呀 只要没恨你 我应该感激你 你没抛弃我 你 不煒你 我抛弃了李柄 李青山抛弃了你 我还让我丈夫抛弃了姜棉和姜森 我就是个惡毒的女儿 我没有抛弃我儿子 夫妻离婚 两个孩子都带一个 我被吓放 被推动 没有能力带的女孩 那是当时的那个环境消息 就算我是在那个环境里 我也不会抛弃我的孩子 事儿 我觉得我住这儿真的不太合适 这家里人这么多 我来不是添乱吗 你要是再客气啊 我就生气了 这个家你早该住的 不是 事儿 我 要不是那一场戏的 你就当家了 婶儿啊 咱以后这话可别说了 我跟姐夫没缘分 啥叫缘分啊 这缘分啊 触着触着就有缘分了 是吧 我把你这些东西啊都搁底下了啊 好 这江僧的事儿啊 忙活了一圈 也没给办成 事儿虽然没给办成 但是真的是要感谢你给介绍了何卓人 我这举手之劳啊 有什么感谢呢 师姐 你最近是不是太操劳了 大家伙都挺担心你的 我身体好着呢 之前我是有些失误 但是我现在都已经调整过来了 之前是我给你的压力太大 我这个团长当得不够好 对师姐的关心不够 你不用拐弯抹角的了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咱们团里的这出星戏 没有达到预想 不够成熟 所以干脆团里想的是 用这出星戏来锻炼新人 相信师姐做这部戏的艺术指导 不够成熟 锻炼新人我没意见 艺术指导我不做 易得普实 戏比天大 师姐 好 刘老师 我看门口来了一个您的仰慕者 那那架势 不会是向您求爱吧 才一个人啊 太少了 应该来一个加强连 刘老师 刘老师 能请教您的问题吗 你说吧 您在三让椅这一节中 是不是改了几盘 没有啊 有有有 我记得特别清楚 您比平时多了两盘 之前的一阳错落 急需有致的感觉 特别好 我有些不太理解 您 刘医生 你是放车课的对吗 对 您要看病吗 现在不需要 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找你 你是一个细心的医生 谢谢啊 刘老师 刘老师 我问您的问题 您还没回答呢 你再来看戏吧 再见 岳屏啊 你这馅儿炒得不错 挺香的啊 特别香 找一包我再吃 你给她学学啊你 不用啊 小姨一直在这儿 我就可以一直吃 岳屏来了 我来了 好 你们俩来来来 来 我宣布个事啊 我把她小姨啊 接来住了 婶儿让我过来住两天 什么两天啊 我怎么跟你说的 让你啊 踏实在这儿住着 不许走 岳屏 坐啊 天怀啊 你不知道啊 他们单位啊 给她分的那个宿舍啊 潮湿得跟地窖一样 岳屏哪 关键严都翻了 这么严重 这可不行啊 回头我跟你们院长 商量一下 你也是医院的老同志了 给你也重新安排个宿舍 那就麻烦您了 姐夫 好 来来来 我来赶 我来赶 您看您赶得跟她 脚跟似的 何主任 刘老师 快请坐 快请坐 好 我呀 就简单说几句 一会儿还有个会 好 今天请您来呢 就是想问一下 上次跟您说的那个事 您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们家老江 你可能也听说过了 他当局长 无论是我还是儿女们 都沾不上什么光 他这一关我很难过的 也是啊 有个叫白淑洁的 您知道吧 我知道 我跟他很熟 他是办公室主任啊 他也找到我了 说想让我帮他 把外甥搬回城 我呢 就把咱们这个事 跟他说了 他说啊 工章他可以盖 但是唯独缺江局长的 情笔签字 他说 将局长签证连结 这个字肯定不会签 办不成也没关系 当然了 要是能办成了 就等于是改变了 三个年轻人的命运 是个好事啊 对啊 对啊 这样吧 何主任 你容我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行 那您先考虑考虑 我赶紧回去开会去 谢谢您啊 何主任 行 不用送 不用送 谢谢您 何主任 不用送 媳妇 媳妇 今天我上白班 下班了 我来接你回家 我还不想回去呢 明天再说吧 媳妇 前天你也是这么说的 后天我还这么说 行 我可以等 就是我妈的 你妈也骂你了 天天嘛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晚上一个人睡的时候 特别想你 别想我 想点别的 媳妇 晚上我不想你 我想谁啊 哪儿 你是春日星光 轻轻前动 我每次心跳 你是夏日微风 真真听到 我每次祈祷 这颗心 有你的温暖才静啊 听到 快要奖 我每次都会懂 我每次都会喝 你才是我唯一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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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